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歡迎收看今天這個農業氣象 這個天氣可以說是越來越穩定 最主要就是因為這個方便已經通過我們台灣 說這個雲雨區已經逐漸地遠離我們台灣 所以這個天氣可以說是 我們各地的降雨逐漸減少 可以說這個雨已經差不多都停下來 所以由於差不多這個拜三開始 天氣可以說是越來越穩定 這個穩定的天氣可以動到差不多 我們這個禮拜的拜六還有禮拜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來飽 不過今天的冬冬無地區也是要注意 有這個局部零星的短暫的震雨 另外就是說這個氣溫也會逐漸地回升 不過最主要比較明顯回升 趁熱的時間差不多是在拜四 開始這個天氣再是比較明顯的 轉成比較穩定的這個天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農林雲木的小叮叮 今天要帶大家的天氣 就是說那這些柑橘園的農事 進入四月份之後 也逐漸轉成 就是天氣也越來越溫暖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這個 就是新燒還有這個釉果的保護 還有生理落果的管理 還有新根的生長管理 因為在這個期間 像這款很多柑橘類 都已經過了這個聖花期 所以在這個期間 就已經進入到另外的一個時期 除了這個茂骨肝 目前還是在比較明顯的開花期 所以我們提醒我們 建成這個柑橘的 觀眾朋友要特別來注意 另外就是說 我們建地外也要稍微注意 因為我們一起到處 一個人進入這個幼稅的分化時期 所以我們花了這個農業改良廠 特別提醒大家 可以用這個水稻葉色板 來判定蜘蛛的營養現況 比如這個水稻葉色板 我們可以拿去 我們的田間 比對我們的地外這個稻葉的顏色 看它的這個營養成分 到底是有沒有足夠 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添加了 稍微來我們來看 在這個天氣的部分 這方面已經逐漸通過我們台灣 所以稍微我們天氣 我們台灣天氣的 可以說是越來越溫暖 不過在拜三的時候 同樣是有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在我們贏的方便的北風和東北風 跟我們東北地區也是一樣 混亂比較多有第3的順序 不過由這個拜二時開始就明顯了 這個天氣的比較明顯的好轉 最主要就是因為這個風的風向 當變成這個吹冬風 所以天氣的比較明顯 這個變得比較好東北 後一邊的這個 後一波的方便會影響到台灣的時間 差不多是在後禮拜二的時候 所以在這段時間之前 這個天氣都可以說算是很穩定 可以好好來報應 我們來看這個陸佛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這兩天的最主要 也是有這個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在很方便 東北部地區也是要稍微水 也是會有這個第3的順序 所以在未來的4天 大家可以看到 最主要就是我們的東北部地區 有局部臨性的短暫鎮員 其他我們西班部地區 天氣都可以說算是不錯 不過在我們中南部 要稍微注意這個空氣品質 不是說太好 所以我們是呼吸器器官 比較敏感的人 可能稍微來注意這個空氣品質的問題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個農業 起床的明天才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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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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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